大家好,今天是5月13号周五晚上 那么今天给大家在华尔街专栏节目的预测节目 我来给一个预测 那么首先做一个广告 今天我们推出了一个叫华尔街大庄监测球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服务 也就是说我每天会在直播间给大家直播华尔街大庄的买卖的动向 来给洞察华尔街的真正的大庄的买卖的内幕 非常非常的powerful 待会我会介绍 那么上一周我预测大盘会是下跌的 那么我们看到本周 我们SPY出现了2.34%的下跌 那我们可以看到本周出现了一个在日K线 大家日本这个K线图都明白的话 这是一个怎么样锤子的一个形态 Hammer的一个形态 所以这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底部的一个信号 那么我认为美股已经进入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 那么我会在本周日的视频将会有更详细的一个分析 那么到时候请大家注意本周日的视频 那么上周看好的个股是SQQQ 那么本周出现了5.28%的一个涨幅 所以是打败了大盘整体的 2.34%的下跌 所以跑赢了大盘 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SQQQ 本周出现了一个日K线 出现了一个涉及星 所以咱们对应这个标普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标准的一个底部的一个形态 那么对于下一周呢 我会看好这个大盘 因为我们看到从波浪理论来分析的话 我们看到了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一个ABC的一个调整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ABC的调整是等距的 1比1的等距 这周四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了一个399.23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对应这个标普3857点 55点的一个低点 咱们在57.50的买进了这个标普的期货 基本上是只差了2.5 所以下一周呢 我认为呢 整个的大盘将会进入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地步 当然上一次在美联储会议公告以后呢 我曾经说过大盘会有是一个强烈的买入信号 但是呢 是不正确的 这一次呢 我继续呢 大胆的做出预测啊 希望大家呢 注意一下 我也准备好了右边被再度被打脸的一个准备 但是我还得说一下啊 作为一个良心的分析师来给大家讲 我是和大部分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这个大盘即将阶段性的见底 所以呢 今天有朋友问 这个NVIDIA 你上次这说大盘要崩盘 说有很多股票 要跌到这个很多你不敢相信的位置啊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 这个NVIDIA今天跌到了 昨天呢 应该跌到了157这个位置 这个和老王的预测呢 是完全的符合的啊 所以呢 我认为呢 这个股票呢 将会有一个反弹啊 将会有反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TQQQ呢 我们出现了一个 怎么样一个 一个应该说ending diagonal 终结下跌的一个走势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盘呢 即将出现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最新推出的叫华尔街大庄监测球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球的变化呢 可以看到这个买器和卖器的一个区别啊 所以啊 这个监测系统呢 是非常非常的棒啊 很多朋友都用了这个 今天看了老王的直播以后呢 都觉得这个交易呢 怎么会变得那么轻松啊 这是我们所有会员的证词啊 今天最赚的最快乐了 老王把股票完成球 牛逼点赞 对吧 这个12260进的12400只赢一半 喜欢大球 我笑隔壁老王玩球 今天笑的数钱 有这个软件就不用看K线了 技术分析都不用学了 笑死我了啊 今天出了三十三十手TQQQ赚了一千一 前后十五分钟 谢谢老王 球天下无敌 这是高人把技术分析写到电脑程序呢 有高人帮忙着无数的王老师这样高手 在程序里面玩球 王老师你啥时候发现的球啊 太好了 然后咱们看到很多很多啊 这个这是我们今天的证词 非常多 我就在这里呢 不一一的给大家说了啊 那么如果大家想获得这个 我们的演示的今天的这个直播的视频 非常短非常精彩的一段呢 欢迎大家加微信啊 参加我的直播间 一天一杯咖啡钱 那么大家可以去扫描我的微信 同时呢 就是要求我们的客服呢 把视频发给你看看我们这个美股大壮 监测 监测球的这个具体的内容 好吧 谢谢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 然后呢我们周日呢再见 拜拜 拜拜